封兵乡长缺额补选 代夫出征慎选的前封兵乡卫生所主任江丽婷 10号上午在县府和地方各界的见证之下交接应信 正式就任封兵乡长的职务 而就职典礼现场也涌入了许多的乡亲 乡长江丽婷感谢竞选团队以及丈夫 前乡长邱福顺的支持 他也表示将会带领优秀的公所团队成员 让乡镇业务顺利的来延续 应信交接后 花莲县选委会也颁赠当选证书 给胜选的前封兵乡卫生所主任江丽婷 正式就任封兵乡长一职 临为受命的代理乡长林景师也功成身退 这此时他也相当感谢地方 在他代理的这六十八天中 所给予他的支持与配合 希望说以后我能够回到秀伍的时候 能够我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 我相信我会尽我所能在秀伍这个地方 来支持来帮忙这个工作 所以在离开封兵之前 心中有很多的感叹 感动 谢谢我们封兵所有的赛业感 还有大赛 江丽婷代夫出征拿下了这一次缺额补选的胜利 也令他的老长官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翔高度肯定 也特别到场庆贺祝福 封兵乡长缺额补选3月28号圆满落幕 代夫出征的江丽婷 以958票高票胜选 他除了感谢竞选团队与乡亲民众的丽婷 他更感谢丈夫前乡长邱富顺的支持 而医护体系出身的江丽婷表示 在推动乡镇上轨道之后 也将加强封兵的儿少福利 学校教育 以及引法族的关怀 照顾为实证重点 那这未来的方向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 那我也不会害怕 我会用最正面最积极的态度 去用心学习 那我也相信我们公所的一级主管 在这里都非常的有经验 我也相信他们能够 把这样的事情能够做得非常的完善 防疫期间 封兵乡长就职典礼现场灌溉及人满为患 显见乡长江丽婷的好人员 江丽婷感谢表示 未来也将带领优秀的公所团队 让封兵乡顺利交棒 永续建设 我爱封兵 乡长加油 祝你 记得是玉兰封兵采访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